诶 站起来吧 站起来吧 好好好 站起来吧 站起来 好 感恩台长 感恩台长 我是53年属蛇的 53年属蛇的 你想看什么告诉我 看身体 看肝功 还有善气 我现在告诉你啊 第一 你这个图腾看出来 你的胆子小得不得了 而且你非常怕死啊 听得懂吗 实际上我现在看你肝功能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是脂肪肝 再加上肝有点硬化 听得懂吗 所以你整天觉得人很累 我劝你不要再喝酒了 我都没有喝酒 没喝酒 你过去喝过 过去喝过 对 过去做过坏事 现在不做了 那有报应的呀 那因缘果报听不懂啊 明白了吗 不要了 你看我刚刚说他的胆子小 其实我这意思就是他怕老婆 你看他老婆来了 听得懂吗 他老婆可厉害了 站起来 请你老婆原谅他 让他站起来 好好好 你不要怕他 你在这样的你肝功能被他吓出来了 不会 我老婆很好 我告诉你 他说我老婆对我很好的 我告诉你 怕老婆是咱们做男人的美德 是 是 感恩台长 感恩台长 看一下我的上气 看你什么 上气啊 等等啊 右面 右面有点脱落 是 右面掉下来了 是 是 是 你们知道什么叫三气吗 小长气 对对对 他右面掉下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这里经常有脏脏骨骨的感觉 对 对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已经慢到了 希望你做手术 这个念经提不上去的 手术医生说做不了的 电快东西 你去找专家医生电快东西 他已经动了两次手术了 不能再动了 他刚刚动了两次了 他电过东西没有啊 有啊 有了一块塑料的 医生说要过三年才可以动的 现在不能动的 你这样好吧 你念一百八十遍心经 二百四十遍大悲咒 念五遍礼佛 连续念半个月 念完之后 你去找 会有一个专家医生 到你的生活当中来 你就托朋友 这个人会把你马上解决 哦 感恩感恩 好吧 我告诉你 菩萨有时候 他不会给你动手术 不会给你开刀 他把你找到个好医生 他就是在救你啊 那我现在 我现在念经的质量怎么样了 他很念经质量 我现在 每天早上都五点钟都起来了 你人很好的啊 你真的很好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真的很好玩的 你太太啊 爱你啊 就像爱孩子一样的 我告诉你 你上辈子就是她的儿子了 他照顾你 他照顾你照顾得来 就像儿子一样照顾你的 嗯 什么都要安排好的 是是 嗯 哦 你有一点点毛病啊 你要注意啊 你的痣瘡啊 哦 你的痣瘡要脱落 我现在是没有痣瘡啊 你很快又会脱落 哦 你要听台长话 赶快念经 听得懂吧 嘿嘿 嗯 他挺好玩的 我看他这个图腾一直在跳 嗯 你要注意啊 你们两个要注意啊 就是 你们两个人对 这个 你这个太太 对他的妈妈 对他的妈妈 或者他的爸爸 你要特别要孝顺一点 你们两个不够孝顺 听得懂吗 他们两个有怨气 我讲对不对啊 好改毛病了 哦 其他的没什么 主要问题 他听他老婆的 他老婆对他妈妈有意见 好了 善气 会找到好医生 这两天 好好的 泡泡脚 放点黄酒泡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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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我一个830数 80年 80年 80年12月17号 属猴子 你可以 你的命坑当中 可以跟你太太开个小生意的 两个人 可以开个小生意 听得懂吗 现在老的不做了 什么都不做了 就练佛了 过去开过没有了 没有 没开过啊 现在麻烦了 其实你两个可以开个生意 可以赚很多钱的 哇 你这太太手很巧 什么都会做 好了 最后一个 80年 80年12月17号 80年什么 12月17号属猴子 80年12月 80年12月17号属猴子 想问什么 生理事业 男的女的 男的男的 他婚姻还没有呢 我告诉你啊 他的命坑当中 两次婚姻 听不懂啊 我就告诉你 他命坑当中有两次婚姻 你要叫他特别当心 如果他在这次 结婚之前 有一个曾经谈过 一年以上的 那么就算过去的一个婚姻 明白了吗 那他现在有一个女儿了 那离婚的人哪没有孩子啊 怎么听不懂的啦 嗯 听得懂吗 谢谢 谢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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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想家里好 好 我今天把你毛病已经剪出来了 你要对父母亲孝顺 我告诉你 你们父母亲两个人很厉害的 他们会念经的 他们经常恨你 你就倒霉 诶 听得懂吗 诶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诶 怎么搞不清楚了 嗯 听得懂吗 好 下一个